您好 我们为你准备的书是人生十二法则 俗话说 人生不如意之事 十之八九 每个人一生中多多少少都有失败困顿的时候 比如考试没考好 被老师和父母批评 找工作时 投了上百份简历 却还是找不到满意的去处 家人生病或遭受意外时 自己却无能为力 要说这样的灰色时刻 还有很多 如果有一天我们和他们不期而遇了 除了屈服 是否还有其他办法改变现状呢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 人生十二法则 就是为走出这样的时刻而准备的 本书作者是著名的心理学家乔丹·彼得森 被学生称为能改变你人生的人 彼得森曾经在美版知乎上回答了这么一个问题 每个人都该知道的最有价值的事是什么 他的回答广受好评 阅读量突破十二万人次 点赞数破两千 很多网友还专门打印出来贴在家里便于查看 为了帮助更多的人勇敢面对生活的困境 彼得森不断浓缩这份答案 变成了人生十二法则一书 这本书还没出版前就已经登上了北美畅销书排行榜 上市后在世界各地卖出了三百多万册 成为全球现象级畅销书 在这本书中你看到的不是空冻的鸡汤和虚伪的励志 而是针对生活中可能遇到的种种不如意 给出的切实可行的基本法则 接下来我将为你细细解读这本书的精彩内容 首先你将知道怎样和自己相处 这辈子自己到底想成为怎样的人 过怎样的生活 作为一个普通人是不是非得住大房子买豪车 才算成功和幸福 接下来你也将了解到作为社会中的一员 应该如何与他人相处 比如该和什么样的人交朋友 别人需要帮助时要怎么帮才对大家最好 最后你还会了解到运用哪些法则 能让自己更好的生活 像受到伤害时是一味忍让还是勇敢说不 面对痛苦时要如何尽快走出来 发现问题时是视而不见还是努力沟通解决问题 总之 这12条法则让你痛苦无望的时候能够自助 也能助人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学习吧 首先来说说第一部分内容 我们应该如何与自己相处 我们将介绍四条自我相处法则 分别是重新定义认识自己 学会自尊自助 拥有自信不轻言失败 以及和自己比不要和别人比 下面我们来具体说说 要学会与自己相处 首要一点就是重新定义并认识自己 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得到各种各样的建议 有来自师长的 也有来自朋友同事的 这些意见我们可以参考 但要想以后不容易后悔 就必须学会倾听自己的心声 独立做出决定 具体来说 就是要想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负起什么责任 还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到底 比如高考填志愿 父母会让你填报更热门和更好就业的专业 像金融 管理 医学 法律这些都是 但可能你喜欢的不是这些 而是文学 外语类专业 只是相比之下 后一类专业不那么好找工作 起薪也可能更低 这个时候 你是该听父母的安排 还是坚持自己热爱的专业呢 答案就在于你的内心 到底要的是什么 是今后能赚钱的工作 还是虽然赚钱不多 但却是自己热爱 能带来满足感的工作 只有当你真正想清楚了这个问题 认识了自己的需求 才算重新认识了自己 今后哪怕工作不如意不开心 你也知道 这是自己需要承受的代价 因为这是你认定的路 在做任何重大决定前 你都可以运用这条法则想一想 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除了学业 在面临去哪里工作 什么时候结婚生子 等人生抉择时 这条法则都能帮助你 理清思路 做出更合适的选择 在重新认识了自己之后 我们还得知道第二条法则 才能在遭遇不顺时 有动力走出困境 这条法则 就是学会自尊 自助 一方面 学会自尊 要求我们能正确看待自己 不自我贬低 像一些父母对孩子过度保护 就是在剥夺孩子 感受自尊的机会 当父母 以爱护孩子的名义 不让孩子 做这做那 或者当孩子 和其他小朋友 产生矛盾 一味护着时 孩子就失去了 原本可以学习的机会 如果孩子今后 遇到困难 而父母 无法相助时 他就很容易 遭受失败 从而 看清自己 觉得自己 什么也不会 什么也做不好 陷入自我否定的状态中 更严重的 会认为自己 不值得过更好的生活 甚至患上抑郁症 而痛苦不堪 但如果家长 能给孩子 锻炼成长的机会 并引导他 理性看待得失 孩子就不容易成为 缺少自尊的人 身心也会更健康 另一方面 学会自助 则需要我们 做真正有利于 自身成长的事 哪怕这些事 暂时无法带来快乐 比如 很多重症病人 在得知病情后 依然保持乐观的心态 配合医生 积极治疗 这就是努力自助的表现 虽然病人 会因为治疗药物的副作用 而呕吐 浑身无力 很不好受 也不会带来快乐 但却是唯一可能 赶走病魔的一条路 是对自己 真正有利的选择 而且 只有病人 学会自助 不放弃希望 医生才有更大的把握 进行救治 当你拥有自尊 并努力自助时 就更容易变得自信起来 而拥有自信 不轻言失败 是一个人不轻易 被现实打败的利器 也是我们要说的 第三条 自处法则 要做到自信 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保持作息 饮食规律 确保精力充沛 还有一个是 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 获得成功 开启良性循环 科学家 曾研究过龙虾的行为 发现 如果龙虾在争斗中失败了 不管它之前 多勇猛 都会失去斗志 甚至不愿意 和以前的手下败将战斗 而且研究还发现 如果是一只 曾经占统治地位的龙虾 战败了 它的大脑 还会进行重构 来适应 不同往日的 从属地位 更神奇的是 战败的龙虾 体内的血清素 会降低 让它惊慌失措 迅速逃走 而战胜的龙虾 会分泌更多的血清素 让它尽情舒展躯体 显得自信满满 这一点对人 也同样适用 我们的大脑 和龙虾一样 会在失败后 重新评估你的价值 如果你被大脑 判定没有什么价值 那么它就会减少 血清素的分泌 而血清素的减少 又会导致 自信程度变低 带来更多的不快乐 病痛 以及更短的寿命 要想改变这种不利局面 就得确保规律的饮食和作息 因为起居饮食规律了 睡眠充足了 精力就会变好 情绪也会更加稳定 当你看上去 神采意义很有活力时 其他人也会觉得 你很有精神 大脑在评估你的状态时 就不会给予你 很低的评分 相应 血清素的分泌 也会增加 而血清素的增加 又能提高你的自信心 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在情绪良好的情况下 即使遇到棘手的问题 也不要气馁 只要自己不轻易认败 坚持下去 就有成功的可能 所以 如果你总是垂头丧气的 说些消极的话 别人也会觉得你是个失败者 但如果你能保持昂首挺胸的 自信姿态 别人就不太会看清你 一旦你冲破阻碍获得成功 就更容易取得第二次 第三次的成功 那要怎么做 才能拥有自信 不轻易向失败低头呢 这就涉及到 要说的最后一条 自处法则了 不和别人比 只和自己比 我们都喜欢和别人比 尤其是和身边人比 听说以前成绩 不如自己的同学 现在工作好 赚钱多 就觉得自己混得失败 看到同事家的小孩 考上清华北大 自己家的孩子 只能上普通大学 又觉得没面子 其实这些都不是正确的自我激励方式 容易让自己失去自信 正确的方式应该是和昨天的自己比 看有没有进步 你要做的可以分为简单的两步 先理清自己 发现自己擅长的事情 然后定个小目标 完成时给自己一点奖励 这样循环往复 你就能不断超越自己 持续成长 举个例子 如果你擅长表达自己 那就多争取在人前表达观点的机会 培养演讲能力 不管是结交新朋友 还是找工作 甚至创业 这都是必不可少的一项技能 在努力过程中 你可以从最简单的做起 先要求自己 开会时勇于发言 做到了就奖励一下自己 比如买个冰淇淋或者看一部 一直想看的电影 接下来可以尝试参加单位组织的演讲 在更多的人面前锻炼自己 不管结果如何 去做了就代表目标达成 可以再自我奖励 坚持这样做下去 日积月累 你就会有惊人的变化 好 刚才我们说了四条 如何与自己相处的法则 先认识自己 学会自尊自助 还要拥有自信 不轻言失败 以及和自己比 不和别人比 除了与自己相处的方法 人生活在社会中 学会与他人相处 同样也很重要 与他人交往时 可以参考下面这四条基本法则 常抱感恩之心 乐于助人 但不盲目牺牲 亲近真心的朋友 远离损友 还有多聆听沟通 首先说说与他人相处 首先一条是心中 常怀感恩之心 生活中 每个人难免都会遇到一些 单靠自己无法做到的难事 比如生命爬不起来 需要家人送你去医院 这时候 别人的帮助就很重要 接受帮助时 除了表示感谢 也要经常提醒自己 在对方有困难时 也要及时伸出援手 这样的举动 就形成了人情往来 哥哥家生了儿子 你去看望时 要送红包表示祝贺 下次等你搬了新房子 哥哥也会包红包还礼 关系远一点的同事结婚 会给你送情帖 而你也会给礼金表达心意 好朋友过生日时 大家送礼物 聚在一起庆祝 也是一种往来 这些其实就是 把看不见的感恩之心 转化成了 互惠互利的关系 通过你来我往的交际 感情才得以维系 但生活中 也有这样一群人 为了不让别人失望 宁可一味牺牲自己 这样的做法 其实是不可取的 所以 如何与他人相处 要讲的第二条法则 就是要乐于助人 但不要盲目自我牺牲 如果你为了满足他人 一再放弃自己的利益 很容易被喜欢道德绑架的人利用 他们会借亲情 友情和爱情的名义 不断向他人索取 如果被索取的一方 很不下心拒绝 就会陷入两难境地 不帮显得自己无情 帮了又助长索取者的贪婪 和更多的要求 最终反而害了他 所以 正确的做法是帮助别人前 弄清楚为什么这个人 会陷入困境 他是不是真心 想要改善自己的处境 还是只想永远 依赖他人活下去 搞清楚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只有本人 有改善的意愿 外界的帮助 才有可能 助他脱离困境 作者曾经的房东 就是很好的例子 这个房东 一个人住在作者一家隔壁 嗜酒如命 可以连着两天 喝掉五六十瓶啤酒不醉 因为买酒很费钱 他隔一段时间 就会花光所有积蓄 这时 他会大晚上拿着微波炉 烤面包机等东西 去敲作者的门 试图把这些东西 卖给作者 这样就有钱 继续买酒喝了 而作者因为 不忍心拒绝 给过几次钱 但最终 他和妻子意识到 这样下去不行 会害了对方 便在房东 下一次来卖东西时拒绝了 也说出了拒绝的原因 房东并没有恼羞成怒 而是默默离开了 从此 他再也没有向作者 卖过东西 双方的关系 也没有因此恶化 反而更加稳固了 类似的事情 生活中还有很多 比如 适赌成性的人 家人不忍心不管 一次次地帮着还债 做出了巨大牺牲 得到的 却往往是 越欠越多的赌债 更正确的做法 应该是像作者一样 拒绝提供 没有意义 甚至有害的帮助 让对方 自己醒悟 和他人相处时 除了要警醒 盲目牺牲自己 帮助他人的做法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是学会如何交朋友 大家肯定都听过 进诸者赤 进墨者黑 这句话 讲的就是交朋友的标准 这也是我们要说的 第三条与人交际的法则 结交真心实意的朋友 远离损友 要做到这一点 就得先学会分辨 什么样的人是真心朋友 什么样的人只是 狐朋狗友 方法也很简单 真心为你好的朋友 会鼓励你 支持你上进 在你想要自暴自弃时 拉你一把 而损友会在你取得进步时 嫉妒你 讽刺你 甚至阻碍你继续前进 作者自己的成长经历 就有很强的说服力 作者十几岁时 经常和一群朋友 半夜开车到处游荡 还出过几次事故 因为没什么事干 他们也参加各种派对 在派对上喝得大醉 还经常做出各种危险举动 作者明白这样的生活毫无意义 最终选择去外地读大学 开始一段新的人生 他遇到一群志同道合 积极向上的伙伴 人生也因此出现转折 成为心理学教授 作家赋予了人生更多的价值 而那些一起飙车醉酒的同伴们 读到高中就全部辍学了 其中有个朋友 后来给作者写了一封信 表示自己交友不慎 生活一团糟 更可惜的是 这个朋友经过多年的混乱生活后 精神病发作 三十多岁就自杀了 如果他能和作者一样 早点意识到 和堕落的朋友为伍是危险的 早点和他们割断联系振作起来 或许就不会有后面的悲剧 说完第三条如何交友的准则 我们还要注意与人相处时 多聆听他人的想法 真诚地与对方沟通 具体做法也不难 只要做到两点 一是听别人说话时 不要先入为主 尽量客观地理解对方的意思 另一个是轮到自己开口时 想想要说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说 表达内心的真实想法 很多时候 人与人之间产生矛盾 就是因为倾听和沟通出现了问题 不妨回想下 你和丈夫两人闹矛盾的场景 是不是像下面这样 你因为工作上的事情不顺心 或者受了委屈 回来一通发泄 但你想要的只是对方的理解和安慰 只要对方说一句 辛苦了 你也不容易 你心里的不快 可能就没了 但男的却不是这么理解的 他第一反应是 你需要他给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于是开始分析 你哪里做的不对 下次怎么做比较好 这么一来你更气了 两个人说不定就吵起来了 假设对方在你倾诉时 能够认真倾听 不误解你的意思 或者在摸不准的情况下 先进行确认你的想法 也许就不会有后面的冲突 而如果你在表达想法时 能想一下 为什么要把这些 不开心的事情说出来 明确表示自己 想寻求情感上的安抚 那么对方也不容易误解你的意思 这样的沟通 可以消除很多不必要的误解 人际关系也能顺畅不少 到这里 我们就说完了 如何与人相处的四条法则 包括 学会感恩他人 慷慨助人 但不盲目牺牲 学会如何交朋友 学会倾听他人想法 并真诚沟通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第三部分内容 是和大家分享如何更好生活的四条法则 要想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我们需要做到 直面现实中的问题 学会不带偏见的思考 明确界限并敢于拒绝 痛苦时也要善于发现生活的美好 下来看第一条准则 学会直面现实存在的问题 人生在世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为了逃避痛苦 我们会下意识地选择性失明 对眼前的问题视而不见 只是这样的做法既不治标 更不治本 只会让问题越积越多 越来越严重 最后很有可能演变成 无法收拾的局面 因此 更有力的做法是 直面现实不逃避 也不要低估问题带来的混乱和不良影响 更不要选择沉默和拖延 而是要想办法解决问题 比如很多夫妻经常会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产生分歧 这时候 有的人可能会觉得不值得为这种小事闹矛盾 于是让步了 但人都有极限 忍得多了总有一天会爆发 一旦到了那一天 感情已经消磨殆尽 很有可能让这场婚姻走向终点 而对于女性来说 因为天性更喜欢倾诉 往往会和好友互相吐槽自己老公的不足之处 但这种做法无疑会伤害另一半的形象 也不合适 其实当你感到不满时 直面问题才是更好的选择 而且两人之间一定要开诚不公的谈一谈 而不是貌似无所谓的忍让 哪怕是吵一架 也比强忍或者冷战要好得多 只是要注意 吵架不能是为了单纯发泄情绪 或者争论谁对谁错 而是为了让双方理解对方真实的想法 一起化解矛盾 解决问题 当你能做到直面现实时 也要记得采取行动前 想想怎么做 才更有利于解决问题 这就是下面要说的生活法则之二 学会不带偏见的思考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小孩玩滑板 作者观察到 孩子们玩滑板时喜欢挑战有难度的地形 他们会选择从有坡度的高处 加速下滑 然后落地 如果顺利 他们会站在滑板上平稳着陆 如果不顺利就会摔跟斗 有可能会受伤 在大人看来这样的玩法太危险 但在孩子眼中摔倒了爬起来 继续尝试就好 没什么大不了的 因为比起万无一失的安全 他们更在意的是挑战自己 提升玩滑板的能力 在玩滑板这件事上 大人脑子里有了不安全 这个先入为主的概念 而没有考虑孩子是怎么想的 为了消除潜在的危险 他们会强行阻止孩子玩滑板 但这样的做法并不是一劳永逸的 因为无聊的孩子 也可能转身去爬树 翻墙 甚至上屋顶玩 而这些行为并不比玩滑板更安全 由此可见 我们在做决定前 需要尽量客观的思考 这样才可能做出更合理的选择 除了直面问题和学会客观思考 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生活外 还有第三个法则 能帮助我们远离部分烦恼 活得更轻松 这个法则就是明确界限 勇敢拒绝 在运用这个法则时 我们只要做好两件事就行 一件事建立简单的规则 适当牺牲眼前的快乐 让未来能变得更好 另一件事遭遇不公平待遇时 勇于说不 避免消极情绪的累积 引发更大的冲突 第一点在教育孩子时特别有效 孩子会通过不同的试探 来了解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这就需要家长通过立规矩 引导孩子的行为 立规矩的时候尽量简单 数量也不宜过多 比如告诉孩子危及生命的事情不能做 让他们讨厌的事情也不能做等等 当孩子耍性子只想玩不想学习时 要让他明白 把眼前的玩乐时间用来学习 是为了将来能有更多的自由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 这就是延迟满足的做法 为了将来得到更多的回报 牺牲一些能立即被满足的愿望 懂得这个道理 并能做到的孩子长大后更有可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另一方面 如果利益遭到侵犯 也没必要逆来顺受 应该勇敢捍卫自己的权利 相信大家在工作中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自己手上一堆事还做不完 又被同事塞了不少活 明明不是自己的职责范围 却因为害怕影响同事关系 而不敢拒绝 只能忍着 但次数多了 带来的结果是工作量越来越大 心情越来越不平衡 最后很可能陷入讨厌上班的状态 痛苦不堪 这其实就是不懂拒绝带来的后果 第一次权利受到侵犯时 就应该表明态度 予以拒绝 如果害怕让同事不快 可以用更柔和的方式委婉拒绝 如果已经忍让了多次 那么下一次对方在推脱工作时 别再软弱 这样才能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刚才讲的是通过明确界限 和勇于拒绝的方法 消除部分不必要的痛苦 那如果是必须经历的痛苦和挫折呢 别担心 我们可以试试最后一种法则 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 该怎么做呢 一来我们要提醒自己 转移注意力 多关注美好的事物 二来试着梳理现状 集中进行改善 其他时间彻底忘掉痛苦 减少压力和不快 第一种做法很容易实现 当你觉得学习很苦 工作很累 或者养孩子力不从心的时候 可以做些放松身心的事 转换下心情 比如 噜噜猫 遛遛狗 看部喜剧电影笑一笑 哪怕喝杯咖啡 泡个热水澡 也能让人舒服很多 积累些能量 再去面对费精力的挑战 坚持到底的概率会更大 还有一种集中时间 改善现状的做法也不难 作者就靠这一招陪女儿一起战胜了病魔 作者的女儿六岁时 患上了幼年型肋风湿性关节炎 医生找不出得病的原因 也没有彻底的治愈方法 作者四处求医问药 但女儿的病情仍然时好时坏 等她上高中时 病情进一步恶化 髋关节和脚踝的关节开始病变 不得不进行关节置换手术 在求医看病的十几年里 作者一家不堪重负 但生活还要继续 为了减轻痛苦 作者每天留出一些时间 和家人一起商量 怎么帮女儿治病 其他的时间 则尽量忘掉这件事 这一做法让作者一家 能保存能量 应对每一天的生活 也有经历长期和疾病战斗 最终女儿的病情控制住了 不但能走路了 还生下可爱的女儿 生活重新回到正轨 虽然我们无法避免经历痛苦 但正是有痛苦的存在 生活中点滴的美好和快乐 才更显得难能可贵 也因为有了痛苦 我们才有发挥潜力的空间和可能 成为更好的自己 创造更有价值的人生 以上就是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 人生十二法则的全部内容 让我们在一起回顾下 首先我们介绍了 与自己相处的四条法则 一是重新认识自己 二是学会自尊自助 三是保持自信 不轻言失败 四是追求上进时 不要和别人比 而要和昨天的自己比 然后我们介绍了 与他人相处的四条法则 一是对他人抱有感恩之心 二是做个乐于助人 但不一味牺牲的人 三是交朋友时 要注意辨别 远离损友 与真心的朋友为伍 四是注意与他人沟通时 多倾听对方 真诚的交流 最后我们了解了 如何生活得更好的四条法则 一是生活中应该直面问题 二是学会客观思考 三是明确与人相处的界限和规则 受到侵害时 勇于说不 四是多想想生活中美好的一面 减轻痛苦的伤害 人生几十年 说长不长 说短也不短 我们能来这世界走一遭 是一种幸运 也是一种缘分 如果你我都能学会 正是生命中遇到的一切 学会爱自己和爱他人 学会热爱生活 就可以说不忘此生 所以当你被生活刁难了 请记得把它看作 人生中的一次练习 运用我们今天 学到的法则去生活 让自己强大起来 活得更漂亮 有一天 你终将发现 哪怕是充满痛苦的至暗时刻 也会变得如下花般绚烂 成为你人生前进的 动力源泉 这本书就学到这里 期待与你一起学习下一本书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